最近科技产业主要的亮点几乎是机器人和人工智慧 联发科副董事长谢清江今天参加活动 指出未来5到10年产业趋势还是会以物联网为主要发展主轴 而当中最重要的是AI人工智慧的相关趋势 Google来台满10年举办论坛活动 讨论下一个科技世代究竟什么才是胜出关键 联发科副董事长谢清江会后收访 直指未来5年AI人工智慧将会在物联网中扮演重要地位 在物联网时代这个人工智慧是很重要的 因为毕竟物联网万无接连的时候 怎么让它很智慧化的很精准的做一些判断 甚至跟人一样 5年这个持续投资大概2000在这新的技术里面 AI会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Google 2016开发者大会上 展示名为Allo的文字通讯软体 还有名为Dude的视讯通话软体 最大的特色就是具备人工智慧助手Google Assistant 不只照片可以自动辨识 还会智慧地提供选单 让使用者连输入单字都不用 其实这个世界已经从所谓的Mobile first 到了AI first 就是人工智慧first 例如说我们前一阵阵才在国外发表了这个 Allo就是一个所谓智慧的空讯助理 他也是利用了AI的技术 昨天晚上的Google Home 也是善用了这个Google Assistant的技术 所以未来的世界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科技的脚步 随时帮使用者找餐厅翻译看新闻 甚至无聊时还能陪着玩小游戏 人工智慧串联物联网领域 现今将认为台湾在软硬整合上有着相当优势 如果搭配真谱的五大创新产业 在基础中发展依旧很有机会 那我们是觉得在人工智慧里面呢 你也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嘛 就是演算法 硬体跟资料库 那这几个部分都跟 其实说起来都跟半导体 跟这些晶片是强相关的 联发科今年抢下多笔大单 包括嵌入亚马逊EcoDOS供应链 今年营收展望 先前将表示中低阶手机需求畅望下 28奈米产能吃紧 预估第三季会顺利达成猜测 但第四季营收将会较上级滑落 新大期视频要是维同 台湾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